在我们中国 诸位细细想想 孔老夫子 那还得了啊 孔老夫子 说实在讲 他是道德之人 他有报复啊 他很想啊 做一番为国为民的事业 周有列国的目的 就是希望求个一官半职 为人民佛物啊 他做官呢 求官觉 不识荣耀自己 他是为民佛 那么他的运宝 当时 他所见的那些诸侯 就是小姑的国王啊 没有一个人肯用他 对他都很礼遇 热烈的招待 不敢用他 什么原因不敢用他呢 我们也能想象得到 他的才华太高了 他的学生太多了 万一不听话的时候 要搞个政变怎么办呢 那是当时那些国家的时候 都不是孔老夫子对手啊 孔老夫子这个高 绝对不用啊 非常手段 他用正常手段 这些诸侯 对他上时 认命他 他做 不肯认命他 他只有离开 绝对不搞革命 你们想想 父子的心 为什么呢 给后人做个榜样 不什么有能力 不什么有智慧 绝不做一个不好的样子 让后人对于一个政治不满 就起来搞革命 搞革命 你要晓得多少人民受苦难啊 多少人遭殃啊 要牺牲多少生命财产 夫子不做 这是他的大德 实在没有人认命他了 回老家去教训 回老家那个时候 大概是六十七八岁了 到这样的年龄 他就把从政的这个念头放弃掉 回家教学 传道授业 他教学的时间并不很长啊 不过十年啊 你看看影响力 从他死后一直到今天 就是在中国大陆 中国大陆 慈寺是废除了 慈堂没有了 每一个县市的城华庙没有了 孔庙还在 还有孔庙 你们就想想看 孔子这个大德 他这个大德是多久见的了 不过十年了 十年的教化了 影响到今年的时候 两千五百多年 还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我们有没有看出来 有没有想到 他好意有这么大的影响力 没有一点私心 没有一点自私自利 也没有一点明文理 我们常常讲的 无欲六成 贪嗔痴迟慢 他都没有啊 纯善 纯净的心 为一切众生 为后世众生 释迦摩尼佛 一方如实 大德了 佛的寺庙 在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普遍被摧毁了 你看改革开放这几年 中国大陆好多庙 好多都建起来了 我听说有建的富丽堂皇呢 佛菩萨的德大了 太大太大了 那么像这些地方 我们看到了 要多想想 我们自己要怎么做法 一生当中 要做出不朽的事业 这才叫真正成就 自己做的再辉煌 死了就完了 我常讲啊 那个成绩是等于零啊 他死了就了了 这是说明 上司跟道德之人 他对于社会的影响 孔子 释迦摩尼佛 他们的影响 全世界 影响的时间 无限长啊 能产生这么大的影响力 没有别的 一片真诚 所以 我已向他们 那这个罪业就重了 比万诞奴自射身 重多了 所以佛问阿南 自射身为痛不 阿南答复的 很痛很痛啊 佛在后面说这句话 人痴我义 向道德人 起善死者 痛 拒奴射身也 因为 奴工射身 痛之一时 一生 地狱 那是 阿比地狱是论结束 佛在经上 告诉我们 一个大街 有 沉住 坏空 四个中间 佛讲 躲在 阿比地狱 受苦的众生 我们这个世界坏了 世界坏了 地狱也坏了 他怎么样 他移到别的世界地狱里边 照样受罪 那个世界坏了 他又移到另外一个世界地狱受罪 出来太难了 这个比喻 我们要细心去调